运载火箭在海上发射成功 在军事意义上自然是不同反响 但是其意义远不止于此 很多人看错了方向 2019年6月5号 这是中国航天又一个骄傲的日子 中午12点6分 我国长征11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这次是首次在海上进行运载火箭的发射技术试验 且是一见其心 火箭是最典型的居民技术融合的成果 在军事应用方面 运载火箭就是弹道导弹 装载在头部的卫星 在军事应用上相当于弹头 一箭七星 在军事应用上相当于多弹头分发技术 当然这只是简单的比喻 真正在细节上 运载火箭从弹道导弹技术处理上要复杂得多 也有很大的不同 运载火箭在海上发射成功 在军事意义上当然是不同反响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 有军事分析人士就指出 055型驱逐舰将可能搭载东风21D舰载版弹道导弹 这种技术同海上发射火箭差不多 长征11号火箭能够在民用船舶上发射 那么东风21D肯定可以在055型驱逐舰上发射 这是同样的道理 分析称海上发射运载火箭或是弹道导弹 相当于是东风快递和巨浪快递的深度融合 长征11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看起来似乎是这么回事 将陆基和潜射结合 成为新型的海基模式 不过这次海上成功发射的最大意义不在于此 而是低纬度发射火箭 这将颠覆现有的国际卫星发射市场 这是因为低纬度的海上发射将会大大降低发射卫星的成本 其一 低纬度发射可以借助地球的自转给火箭加速 让火箭飞得省力 同样的推力 火箭在低纬度发射 意味可以携带更重的卫星 其二 在低纬度发射的卫星 飞行轨迹同最终的运行轨迹更近 这样卫星发射到外太空之后 就不需要经过太大的调整 短时间就可入轨 延长卫星生命 从现代火箭发射技术的角度来说 毫无疑问 只有掌握了海上发射卫星的技术 才能更快更加高效的发射卫星 加速我们创造大太空时代 从这个角度来说 本次海上发射成功 其意义巨大 中国赛该领域站在了世界的前沿 055型驱逐舰上 安装东风21D弹道导弹 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应用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